新华社消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范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 于1991年5月14号凌晨在北京他的居住地自杀身亡 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 1984年5月4号保外就医